你好 欢迎收看10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文化局图书馆要在原址重建 新馆预计在115年完工 而为了因应未来同胞工程作业 特别利用了演艺堂馆设的一楼和地下一楼当作是临时图书馆 距离原本的图书馆步行只要3分钟 预计在明年1月份可以开馆 花莲县文化局图书馆使用近40年 馆县设备老旧 县府争取中央补助后 辞职8.4亿元在原址新建规模三倍大的崭新图书馆 为了因应未来同胞工程作业 顾及读者阅读权益 将利用园区演艺堂馆设一楼及地下一楼作为临时图书馆 预计明年1月开馆 仍维持借还书 自习室以及开家阅览区等服务 我们顾及读者的阅读 我们还是有做部分的书籍期刊 还有报纸区的在图书馆的二楼大厅 然后提供民众借阅 那书籍的部分是在111到110年的年度新书 那现场的部分就是在一楼的儿童阅览室 以及就是书库区的部分 因为就是在做书籍搬迁 所以这些区域暂停的使用 然后造成不变 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然后那另外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启用就是临时图书馆的部分 我们也考量到就是读者的习惯性 所以我们在图书馆就是距离大概三分钟的就是路程 在演艺堂的地下一楼做临时图书馆 那在明年的1月就是预计启用 节日起至11月30日 仍提供借还书服务 可借阅110年111年新书绘本和期刊 自习室也仍开放 但二楼开架越南区 一楼东区资源中心及儿童越南市等空间暂时封闭 群馆提早到晚间6点闭馆 12月全面封馆 民众可到13江镇市分馆跨馆借阅 后续临时馆开馆时间等讯息 会公告在花莲县公共图书馆网页 记得将邦夜华临时报道